欢迎来到传统万神街恐怖树木片 这又是一个关于恶魔儿童的故事 在汉爸医生玩连连开的帮助下 马迹一咬牙一指尽 生出了一个男婴 年轻的红沫大惊失色 别人都是重男轻女 她是重女轻男 家里有个八仔以及咕不让人头疼 医生见红沫实在不想要男婴 就问她愿不愿意换娃 医院里正好有没人认理的女婴 她妈妈因男产而死 爸爸又是个神经病 红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医生提醒她 这女婴被检测出阳性邪恶 千万要小心啊 麦奇血流眼一开 就将多嘴的医生烧成了灰 因而方被邪气笼罩 玩具们化身赤眉娃俩 红沫和马迹完全无视这些异象 即使有忽然察觉到一些预兆 也会被麦奇的邪术迷惑 吉普森家给麦奇举办了生日派对 麦奇的派对上肆无忌惮 操纵别人上流自杀 内德一眼就敲出 麦奇是撒旦之子 发射要降妖触摸 捍卫震倒 他们麦奇带进教会 准备用黑钥匙匕首消灭她 恐怖和马迹赶紧来阻止 麦奇直接写起大爆发 摧毁教堂 用石柱盯死了在场的大人们 掀起了恐怖树屋芯片的帷幕 在整个辛普森系列里 本集的地位都是有种不同的 因为它是该系列第666集 黑色666 那是野兽之音 第一个恐怖小故事 恐怖惯形 八仔眼尖仔尼尔森和马丁 号称春田小学F4 他们经常躲在幸福森家后院树屋屋里 熬夜玩一款牢活动游戏DT 玩到邻居午夜时 他们便用降落库 从树屋上跳下 得走回家 眼尖仔骑着他的小脚踏车 上着安全哥进过月夜森林 然而歌还没唱完 他就被一头神秘为我哭倒 眼尖仔彻夜未归 爸妈都急疯了 赶紧报警 警方吃饱喝足 赶在日上三杆前速出警 线上留下了眼尖仔的尿剂 幸好他昨晚喝了很多咳了 否则大家就毫无信息了 眼尖仔骑着 儿子进入了另一个温度 于是在家里墙上挂满了小灯 就要通过小灯闪烁来和儿子沟通 眼尖仔妈认为 儿子已经记了 还是不要把幻想为好 小心直接向老公摊牌 我给你带绿帽子了 夫妻俩真要大吵大闹 小灯忽然开始闪烁 这找果然真的管用 眼尖仔还从意志剑 给丽莎打上了通电话 丽莎赶紧告诉巴仔的人 说眼尖仔还活着 大家快想办法救他回来 专业的时候 召找专业的人 巴仔和尼尔森向教授仇辱 教授手搓了一个感官剥夺箱 所以通过这个箱子 去往平行围堵 丽莎为了这次冒险 想剪个假小子发现 结果一不小心剪多了 趁持了鲁蛋 丽莎来到平行围堵 找到了被树根环抱的眼尖仔 两人又遭遇怪物袭击 眼尖仔让丽莎静止别动 那些怪物跟猫一样 只看不见动不动手 平行围堵的世界 一片寒冷的破败 一世界的侯墨也有超能力 那就是仿化符和碰火枪 一世界老猫告诉丽莎 伯恩斯打开了 通往另一个围堵的通道 放出了好多怪兽 不知道他在找什么 只造成是政府秘密计划的一部分 惯性吃掉卡尔莱尼后 却拥有了他们的人格 惯性劝侯墨的人 留在这个围堵 这里房价便宜 交通便利 还有亚马逊怪物小分队送货上完 没有太多人跟你抢资源 过得不比上面舒服 侯墨体验一番后 觉得下美世界除了有点阴冷 一切都还不错 至少他们家的祖传沙发没有对 还能在电视上开惯性物 然而洪墨没想到 恶毒灵径内德居然阴魂不散 吃我喷火球了混蛋 第二个小故事 无限诈尸 春天原子体育场上 春天原子队正在对战 谢尔比维尔队 春天原子队主场作战 竟然发挥稀烂 洪墨带头搞糊烂球 结果被热狗淹死了 那等灵魂飘飘呼呼上了天堂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天使 洪墨原本以为天堂是古典主义 没想到这里搞得像现代大公司 天使长解释说 很不幸上帝投拍了谷歌 现在天天宅在家看网络视频 天使长一检查 发现洪墨阳寿未尽 不能待在天堂 按照正常流程 天使长必须把洪墨的灵魂送回肉体 让它诈尸一回 那当时医护人员抬不动洪墨的尸体 他们就直接把它滚进了湖里 洪墨的尸体已经浮着 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规则了 天使长可以把洪墨的灵魂 放进一个惊天混死的人身体里 洪墨就能借助别人的身体继续活了 洪墨赶紧期待地问 我能住在猪的身体里吗 我喜欢不穿裤子的自由 天使长很遗憾地告诉他 想要变成猪 他得排队等六个月 有同样想法 只想大吃大喝的人实在太多了 做人不易 竹竹海底 天使长给洪墨提供了几个备犬身体 不是老太龙中 就是丑不拉击 洪墨挑了里面最年轻 健壮帅气的身体 心不增加力 马吉正捧着洪墨的一项抹眼泪 洪墨死后被评选为 突领时代年度男性 这是一项迟来的哀容呀 洪墨心高采烈地敲门回家 说 马吉也你的老公脱胎换骨回来了 马吉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以为这人故意整骨自己 他置我眼前的帅哥 说出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洪墨胸有成竹地说 不知道 马吉感动坏了 果然是他的好老公呀 这回答远至远外 洪墨望着镜子里的超模身材 大度变成了八块腹筋 春天正第一肥腿 变成了春天正第一翘腿 他很得意自己白奸来了 如此贱满的身体 马吉却的亲热是感觉怪怪的 虽然他知道 眼前这人是洪墨 是他的老公 但外貌差别实在太大 让他有种在出骨的感觉 这种悲得感实在是 太刺激了 夫妻俩一夜缠绵后 马吉一有未定的起床 惊讶的 下巴都快掉地上 洪墨的糟糕的饮食习惯 一夜之间就毁掉了 德州第一男模的身材 马吉已经食嘴之味了 强烈要求老公再换一副好身体 可惜男模这种便宜 很难再得逼二次 死掉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大部分都是遭了头子 在八仔的见影下 洪墨选择了孝坚的身体 也是在八仔的挑唆下 孝坚洪墨直接去威慑 西蒙校长 下死命令说 八仔以后 每门课都必须得A 并八仔自己的努力 得A是不可能的 这中间的差距 得靠西蒙校长去填补 狠狠欺负完西蒙后 洪墨和家人们 举杯庆祝新生活 一想到他以后 可以对整个春天小时 发号失礼 洪墨就觉得挺好玩 他仔细一瞧 孝坚的工资 下得赶紧换人 没办法 合电站安全检查员这美柴 待遇实在太好 以至于普通心思 他完全看不上 这段时间 洪墨就像一头 砸进服装店 疯狂是衣服的小姑娘一样 换身体换得非常平凡 他甚至还体验了 猴子的身体 这让马基难以接受 分不清 他真的分不清 再这样搞下去 他就要精神错乱了 马基苦口苦心地劝老公 咱们静下心来 好好选一个合适的身体吧 这样他们才能继续 好好生活 洪墨另一栋 选择利掉之外的身体 老毛子 这老酒宝不是一直 对马基有点垂涎吗 洪墨拿他的身体一用 但是间接帮老毛子 实现了梦想 老毛子的灵魂 最被塞进了 麦奇的身影 喜欢给酒里掺水的女儿 太可怕了 第三个故事 水逢物语 马基的二姐赛马 在河电站当清洁工 同时都很嫌弃他 马二姐唯一的伴侣 只有香烟 他在博恩斯的怪物 收藏室里抽烟时 遇到了外星唇淡 征服着康康 两人一见面就应了那句俗话 王八看绿豆 看对眼人 有了眼人基础 接下来就要开始聊 聊正经 也聊不正经 聊着聊着火花的绷子 他们产生了 快约物种的近端链接 两人正在水缸里偷偷亲热 文斯忽然带着人 来找征服者康康 表示明天要紧剖他 今晚让他吃一顿断头饭 马二姐决定解读他的新爱人 他给洪莫打电话说 你愿意送我去一个 邀请星星 远不回来吗 洪莫火速到场 大喊 我他妈太愿意了 赶紧走 最好再拉上马大姐趴地 马基的这对姐姐 是洪莫命中的客星 忘不了的心魔 洪莫和马二姐 将康康装进核肥料桶 刚出工厂 都被伯恩斯和史密斯拦住 康康一口一个嘎巴催 警察目虎 速出动 护下天罗地网 对再逃外星人进行围追度解 康康让马二姐往春天山顶跑 那里有他的同伴 一名外星蠢蛋开始飞碟 在山顶接康康回家 几方围堵过来 马二姐不幸中担 康康直接化身佛爷格 大喊着 永世无爱 拒目破败 戴上无限手套 一个想指秒杀全场 康康救活了马二姐 马大姐也追了过来 表示他们姐妹同进同退 和两位外星蠢蛋 一起飞往蜜月星球 头目两神乐开了花 今天这就叫双喜临门呀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草宁宁医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谢视频 我们再见